下面要说的是三个糊涂虫的故事 从前有个县官,做事糊涂 可他又偏偏不许人家说他糊涂 有一天,他对差役们说 我这县里容不得糊涂虫 骗你们三天之内,给我捉三个糊涂虫来 少一个也不行 差役头领了差事,不敢怠慢 四处去找糊涂虫 他来到街上,看见有个人骑着马 头上顶着包袱 差役头上前问道 你为什么不把包袱放在马背上 这人说 我将包袱顶在头上,好了马儿省下力气呀 差役头一听,说 你是个糊涂虫 说完就把他带走了 他们走到城门口 看见有个人拿着根竹竿 横过来,直过去,就是没法走进城 差役头一见,说他也算得上是个糊涂虫 也把他带走了 差役头找了半天,再也找不到第三个糊涂虫了 只好先把这两个糊涂虫带去见县官 糊涂县官听差役头说了事情的经过 指着那个拿竹竿的说 你真糊涂,把这馋竹竿一句两段 不就好进城了吗 差役一听,高兴的说 老爷,第三个糊涂虫不用找了 就在跟前呀